《昏暗世界大笑三生》 全球各地新聞的茶友 各位大家好 我是劉卓 話不多說 上本週新聞 常言道 辦法是人想出來的 要發財 主意來 在經濟崩盤前提下 如何實現發財致富這套難題 被黨的地方政府徹底給攻克了 最早發現這喜訊是一臉蒙的重慶市民 最近很多居民發現 自個家裡換了氣表之後燃氣費翻倍增加 以前一個月它幾十塊錢 現在可能要幾百塊 很多人錄那短視頻 燃氣表走的飛快飛快的 甚至有的沒用氣也在走表 您瞅瞅 在啥子都沒開 表沒懂 我只需要開個熱水 看著這個速度 看著這個速度 得了哦 啥子都沒動 它都還在走 就是說走得很慢很慢很慢 看後面那個樹子嘛 那個酒的那個勾 我 馬上就要別喝了 好貴 面對韭菜的質疑 重慶燃氣公司把縮頭烏龜踢一邊去了 大大方方跟著回應 經查 燃氣表木有問題 話音未落 官方網站上想起了一計 炸雷 原來 換表之後 去年四季度 重慶燃氣公司利潤爆漲824.84% 您沒聽錯 824.84% 網友探約 我知道黨國經濟崩盤 老百姓的水電器價格會大幅度上升 可像重慶燃氣這樣 裸條燃氣表三倍轉速這操作 還是遙遙領先於我們的想像力呀 上 茶友民調 您覺得這重慶市民被燃氣表割韭菜 真是原因是什麼呢 1 偶發事件 某個環節出現了自然故障 2 必然事件 黨崩盤在即 恢復劫匪本色 我不裝了 趕緊在留言區敲出您的數字 有人說 重慶燃氣公司的問題只是個個案 那您瞅瞅下邊 誇張程度遠超重慶的江蘇成都水電表 還是不是個案吧 4月17號 大陸知名作家李亞玲發了一個微博 說 今年1月到3月份 我在海南度假兩個月 但在成都家裡的燃氣表 顯示用氣500多立方 鄰居在美國待了3月回來 也莫名出現了2000多塊的燃氣費 在江蘇丹陽市 一對老夫妻居家倆月用水1023噸 事件衝上熱搜N多網友跟著回帖 武漢市民回帖吐槽說 人們沒在家3月用水量1270噸 比您老兩口厲害不厲害 長沙市民夏先生跟著跟貼 不新鮮 我還收到過兩月2000多噸水的賬單呢 金額7000多 之後呢 長沙自來水公司迅速排查 並且出爐了排查結果 說你們樓裡邊水管 樓了責任不在我方 7000多水費必須得收上來 否則照樣給你停水謝謝 網友聽完驚呼 這要不然這樣吧 樓裡邊畫一紙板表 每天大家上下樓查水管玩得了 話說剛舉目章 鐮刀斧頭擋一旦舉起旗幟 狗菜們就擋著背胳膊 甭管您是無名小卒瘦狗菜 還是名頭響亮的肥狗菜 今年4月16日 一條微博超話內容叫 趙薇名下部分所持股份被凍結 衝上了熱搜 大陸企業查詢系統數據顯示 4月11日 大陸著名影星趙薇所持的 核保文娛集團有限公司股權被凍結 凍結金額500萬元 由北京第四中級法院執行 又一次涉及資本市場 又一次被凍結資產 趙薇的復出之旅 剛邁出去一步就踢到鐵板 您說這怎麼辦 回顧過去 自從2021年8月下旬開始 趙薇的大部分影視作品 就在中國大陸多個平臺下架 或者在主演列表裡被除名了 微博超話被封 坊間認為 這是因為趙薇因為涉嫌在資本市場空手套白狼 以50倍槓桿 撬動市值100億的萬家文化 被證監會處罰所致 波及了自個兒的演藝事業 不過2024年2月上旬開始 突然對趙薇的懲罰似乎有所鬆動 影片又在很多影音平臺逐漸恢復上架 而且不再限制上傳跟趙薇有關的各種影片 B站這些視頻網站裡的趙薇也不再被打馬賽克了 甚至有港媒傳出消息 趙薇最快今年6月份復出 然後的然後就出現了4月16號的一幕情景 敢問 被小燕的付出而彈官相慶的影迷們 黨把咱這偶像當烙餅這麼翻 翻著面的蹂躪 您作何感想啊 有人說 中共不挑肥瘦割韭菜 是因為黨沒錢了 然而江西發生的一件事 去打了這說話人的臉 4月16號 江西輔州通車才三年多的財子大橋 漢白玉石株杆慘烈倒塌 碎成片片 輔州市政府緊急澄清 昨晚雷暴雨 強退流 株杆倒塌 全是大風惹的貨 不料這說法立馬被網友打了臉了 網友說 根據江西氣象臺消息 輔州市雷暴最大風速出現在西平村觀測站 離倒塌的財子大橋還有挺遠一段路呢 記者接力上來打臉 說 倒塌現場發現 大橋周邊綠油油的小樹沒有一棵被吹倒 樹枝也非常的完好 另外 邊上那些建築物和工人設施也沒有任何受損的跡象 看來 這所謂的強退流就是一陣清風啊 有網友急轉彎 抒發了一下感動 一陣清風就能吹散這漢白玉郎杆 肯定是咱那好政府精打細算 因漏就減的便宜貨 不是 等會 便宜貨 新聞上說什麼 這橋投資2個 耶 正當輔州市政府萬般尷尬之際 網友緊急出來救場 沒事 沒事 去年8月份 陝西榆榮保黃河大橋石質戶籃倒塌 路面開裂 榆榮政府也說是雷暴天氣呀 2013年那會 浙江金華東關大橋石戶籃倒塌 也是自然原因 16年 夏梅吉本大橋石牌斷裂 當然也是啦 總之 你們輔州市一點也不孤獨 這…… 要論筆拧拧 誰也拧拧不過 咱這黨 一邊喊勒緊褲腰帶過緊日子 一邊秀出去撒痞去了 4月12號 南美小國蘇里南總統丹多吉 到北京進見習一尊 盛情邀請一尊的金手指 為蘇里南指明方向 根據以往經驗 這一指不定又指出多少白花花的銀子呢 話說 蘇里南這個位於南美洲東北部的小國 國土面積只有區區16萬平凡公里 人口不過才50多萬 就是這樣一個小國 在黨國6億人月收入不低於1000元 看不起病上不起學的情況下 卻得到了黨暖心的無償各種幫助 比方說 可以隨意申請使用 中共揮灑給拉美地區的數百億美元的基金 免費援建了支撐15萬人就醫的醫院 免費援建1000套住房 提供10億人民幣的雙邊本幣互換 興建了很多光伏混合電站 為蘇里南村民24小時不間斷的供電 更別說更有大批車輛 後勤設備 還有軍服物資援助等等 難怪蘇里南人民喜氣洋洋表示 有了習大腦袋指明方向 我們蘇里南人民的好日子 真的在後邊 黨班割韭菜 韭菜也互害 4月11日 一個專門以騙取底薪和報銷款為目的 對中小企業進行詐騙的團伙被一鍋端了 根據媒體報導 這團伙頂升時期有200多人 通過假學歷和假工作經驗入職 入職以後目的非常簡單 1.騙底薪 2.騙報銷款 從2020年1月份到今年4月份被勤這4年裡邊 一共坑了260多家上海企業 騙了3500多元人民幣 總之這夥人每天不是在新公司應聘 就是去往新公司應聘的路上 團伙裡邊有對模範夫妻 4年之間在上海入職100多家公司 最高記錄 每人每月同時在10多家公司兼職 單人月收入20多萬元 丈夫的單項記錄更讓團伙其他騙子高深揚指 怎麼說 兩年多時間裡邊 到197家單位任職 工資近200萬人民幣 有一家外地公司來上海開分公司 招到85個銷售 全都是職業騙子 分公司 分分鐘徹底淪陷 不過 也有大明白網友表示 說這被騙公司肯定它也不正規 但凡有倆公司同時交五險一金 就沒法入職 說歸來 就是公司想割韭菜 結果被炸片團伙反割了 看來 黨這叢林社會 被害互害是永不停歇的主權利 上茶友民調 您認為中共解體之後 韭菜互害會消失嗎? 三 會 四 不會 趕緊敲數字 歡迎改出您的理由 長音道 馬售茅長搭了宗 電器瞪眼 變大通 4月15號 俗稱廣交會的中國進出口商品交易會在廣州開幕 出口商紛紛大吐苦水 搓多大白菜這價格您知道嗎? 我們電器現在就是這價 據中共海關總署4月12號的數據 3月出口總值同比下降7.5% 創下去年8月以來的最大降幅 如今 習總心心念念的內循環完全不靈 產農嚴重過剩 本來指望薄利多銷實現出口 可中共又因為俄烏 巴倚 人權迫害 偷竊西方技術等等問題 跟著歐美局勢特別緊張 把海外訂單全給玩線了 廣東一家揚聲器公司的銷售經理就跟著吐槽 說 去年夠慘了吧 第一天還要十多個公司跟著尋價呢 今年好 一個尋價都沒有 江蘇一家取暖氣製造商經理呢 他也郁曼 說 我們採購量最大的客戶訂單比去年銳減了25% 其他客戶連單都沒下 一邊是利害國製造商產能過剩 憋得臉紅脖子粗 另外一邊呢 美國要求黨國停止向歐美傾銷 連巴西現在都開始對中共鋼鐵傾銷展開調查了 此時此刻 電器商們撕心裂肺哭喊 習大大 您倒是現在給我們指個方向啊 中共三年運動式防疫已經結束五年多了 不過呢 中國民眾反覆感染新冠病毒的情況仍然的持續 最近啊 一位小哥拍視頻透露了他在疫情之後的悲慘狀況 這位小郭直言 說疫情來之前啊 我這五年不太得病的 自從疫情開始 喉嚨就沒安慎過 洗澡時43度的水 泡跟涼水一樣 渾身直展哆嗦 小哥跟視頻裡邊一再隱晦的說 之前這熱點 可能大家都忘了 某某病毒變種傳染快 高致命不可預測 從未停止過 胡同仲隨舟的趙先生告訴海外大紀元記者 說 他再次感染的新冠已經兩個月了 到現在還沒有痊癒 身體一直非常虛弱 因為打了兩針國產疫苗 又患上了一個肺結結疾病 而新冠對肺部感染最為嚴重 到醫院檢查發現 像他這種反覆感染新冠的情況非常普遍 醫院統一按什麼 流感或者肺炎給你處理 海外媒體曾多次披露 中共秘密下令病院和醫院 不能以新冠作為染疫死者的死因 一份流出的文件也顯示 醫院著名新冠患者死亡 是需要最高層國務院的同意的 一言以逼之 相信共產黨跑步進入火葬場 闊湖 進火葬場也不能說是因為新冠 話說 黨號召勒緊褲腰帶 眼瞅要把四個自信都給勒沒了 中共黨魁習包子表示 還是從我做起 從自身身高做起 提升一下自信吧 最近 有八國網友根據2015年 喜馬一會的合影 算出了人類命運共同地體長習近平的身高1米78 這怎麼算的呢 把馬英九的體檢公開資料 身高1米78的數據 帶入了喜馬一會的合影裡邊 齊刷刷一邊高的等式 可知呢 這一尊身高也是1米78 網友啊 正高興呢 突然 這網易上蹦出了今年4月10號 喜馬二會的合影 照片可見 這二會裡邊的習近平 已經遠遠高出馬英九將近10公分 高大偉案的太多了 這鬧鬼奇 一尊這九年裡邊 出聲地不要 悄悄地猛蹿啊 因每年一公分的速度 神秘逆生長 網友見狀 緊急兵分三路跟著熱議 有的說啊 穿內增高鞋子有木有 這是用身高碾壓馬總統的節奏啊 一個連身高都要造假的人 能信嗎 有的說 不新鮮 獨裁國家都這樣 當年1米7的3胖跟1米9的川普合影的時候 看照片 倆人個頭也沒差多少啊 還有網友表示 哪有什麼內增高逆生長啊 老馬跪著握手 那肯定賢矮呀 這事兒沒毛病 上查找民調 起碼二會裡邊 習近平為什麼比馬英九高呢 A 危險高大威猛 習真的穿內增高鞋了 B 年齡不饒人 馬英九真的碎巴了 趕緊在留言區敲出您的字母 中華民國前總統馬英九熱烈敗碼頭之際 臺灣現任政府已經在默默加強防範外敵入侵了 那麼到底準備的怎麼樣了呢 4月14號 伊朗向以色列發射了大約300枚導彈和無人機 99%踢到以色列和盟國防空系統的鐵板上了 以色列軍方發言人哈加里就說 儘管伊朗派出了170架無人機和30枚巡弋導彈 BUT 沒有一架無人機 一顆巡弋導彈成功進入以色列領土 110枚彈道導彈裡邊 也只有極少數的抵達以色列 伊朗踢鐵板之際 外界紛紛聯繫到台海安全局勢 關注點之一 是什麼呢 萬一台海真爆發戰爭 臺灣軍方能否跟以色列一樣 具備完善的導彈攔截能力呢 對於這問題 臺灣專家出來發表感言了 臺灣國防研究所所長沈明氏就說 臺灣目前無論是愛顧者三型導彈 或是天空三型都有導彈防禦能力 只要臺灣情報機構稍微給出點時間預警 攔截就沒有任何的問題 臺灣現在的防空系統已經相當完整 接下來要做的就是什麼呢 是大量生產以及如何加強跟盟國的合作關係 話說 黨國的火箭軍 井蓋生鏽打不開和導彈燃料拿去煮火鍋這事兒 不知道這所長是不是有所耳聞 是否應該還得考慮一下 如何應對那些生鏽和燃料不足導彈的 飛行軌跡路線如何防範呢 說到高科技 黨這幾天突然抖起來了 因為破了一樁案子 按官媒敲鑼打鼓宣傳這說法 4月12號 湖北特大黃金道歉 搞破 黨國大數據加攝像頭加實時監控軟件 立下了頭弓一大件 這樁案子發生在去年12月6號 湖北通城縣 那天 某金店一夜之間被洗劫一空 533件黃金手勢全被順早 損失333萬人民幣 可能由於這次作案者只是一個普通的韭菜小偷一枚 所以監控器完全沒有失靈 錄像也完全好使 警方透過監控路線就發現 一個中年男子在被盜當日的凌晨2點多 從商場的隱蔽樓梯間 凿開金店後墻分兩次潛入 把所有金事搜刮乾淨 這小偷啊 他沒想到 當地安裝的攝像頭實在太多了 儘管他從開始作案直到被勤貨 一直都是帽子 口罩 手套 全副武裝 而且不住旅店 不跟其他人接觸 仍然被監控非印軟件瓮中捉憋了 最後 警方在湖南省鄉鄉市湖水村 找到了被小偷遺棄的一個摩托車 從車的鑰匙上面提取到小偷的DNA 根據大數據這麼一對比 鎖定了廣西籍男子謝某 兩天之後 在廣西御林七十站 將謝某擒貨 您看 湖北 湖南 廣西追查逃犯蛛絲馬跡的過程 讓那些不了解監控器威力的人是目瞪口呆呀 有韭菜發出靈魂拷問 既然監控器厲害到這種程度 那麼全中國那麼多被拐買兒童的下落 怎麼就成了不解之謎了呢 難道是這孩子不值333萬呀 還是這孩子器官 比333萬更值錢呢 萬能茶友 您不妨也回答一下 這厲害活的厲害監控軟件 為什麼不能幫忙找到被拐兒童呢 答案選項 C 丟失的兒童屬於韭菜的一種 不在大數據的幫助範圍之內 D 丟失的兒童有可能貢獻了器官 真要查起來 容易影響中共大官們的身體健康 請您在留言區敲字幕 說到調查線索蛛絲馬跡 黨剛為自己破案 驕傲半截 就抑鬱了 因為發現什麼呢 美國也開始幹這種事兒了 咱們上集節目也說了 4月10號 跟美國軍方聯繫密切的資深媒體人比爾格茲 在華盛頓時報 捅出了這個爆炸性新聞 比爾了解的細節特別豐滿 美國國家情報總監海銀斯 從去年12月開始 就一直馬不停蹄撰寫一份報告 什麼呢 叫《關於中國共產黨領導層的財富和腐敗活動的調查報告》 內容特別嚴簡一概 中共七常委 25名政治局委員 205個中央委員會委員 29個省委書記 分別貪污了多少錢 詳細的清單都包括哪些 比爾就說了 下一步就是擇良辰吉日 由國務卿布林肯向外界熱騰騰公布了 《產經新聞》政論人士石板明夫 看完消息後樂了 從內部瓦解中共 這招太狠了 以往 中共貪腐醜聞 都是一些普通媒體披露 權媒性確實有在商榷 這回是美國國家情報機構親自操刀 一旦公布 別說給中共統治帶來什麼級別的衝擊了 分分鐘內亂崩盤 都是有可能 大煞將清 各種跟黨糾纏不清關係的同胞們 考慮一下氣喘的事兒嗎 花開兩朵 各表一枝 美國欺負黨國大官之際 日本開始寒沉黨國球員了 4月16日晚上 U23亞洲杯小組賽 首輪在卡塔爾舉行 中國國奧對陣日本國奧 比賽開始不久 日本隊就有一個隊員被罰下場了 中國隊天上掉下大餡餅 突然佔據人數優勢 不過 讓粉紅球迷們徹底不會的是什麼呢 幾乎全場90分鐘之內 11個人打10個人情況下 中國隊不負重磅 堅持以0比1 輸給了日本 要說 輸給日本正常 人多輸球也正常 全場比賽比對手多一人輸球也算正常 可比賽第88分鐘的時候 中國國奧隊在九攻對方球門無效情況下 這主教練程耀東突然親自指揮 把身高2米01的門將于金勇克順前鋒去登場 卻讓球隊的替捕前鋒在冷板凳上陷入深度抑鬱沉思 這也正常嗎 對於這種用守門員替捕前鋒這戰術 球迷們紛紛表示 緊急求助1萬匹羊駝出現 知名足球評論員和媒體人紛紛感慨 真牛 全場十一打十 換一兩米門將提前方 這景象我只在遊戲裡邊見過 終於見到活著了這回 著名前足球評論員韓喬生也發出了千古之問 這是比賽的彩蛋嗎 突然發現我自己完全不懂足球這輩子 哪位心理醫生給我看看 我是不是病了啊 話說 世界真奇妙 看了會尖叫 阿根廷新科總統獅子頭米萊跟馬斯克勝利會獅了 米萊上臺四個月 政府大幅削減上屆左翼政府留下的高額公共開支 關閉沒用的政府部門 擱置公共工程項目 削減能源補貼 讓阿根廷十多年以來首次出現月度財政盈餘 高達276%的世界記錄通脹率 開始慢慢放緩 阿根廷比索也日趨穩定 就在阿根廷急需積累外匯儲備的當口上 一直跟米萊的社交媒體 互相力騰的馬斯克 終於行動了 特斯拉電池裡邊含有李 而阿根廷的李儲量全球排名第三 馬斯克 太空公司SpaceX也已經獲得了阿根廷政府許可 能夠在阿根廷提供星鏈的服務 馬斯克現在正在採取步驟 投資阿根廷 進軍阿根廷的市場 準備在李資源和星鏈服務方面大展拳腳 兩位意識形態上的同道中人 展開合作的消息 正在帶動華爾街的投資人重新審視阿根廷 為阿根廷的外商投資迎來重大利好 阿根廷前駐美國大使激動表示 上屆政府期間 阿根廷徹底失去了投資者的信任 而馬斯克的投資 這回將會大大提升阿根廷的國際形象 為阿根廷經濟注入真金白銀的火力 若拉圍觀阿根廷總統吸引外資的效率 黨國珍元男兒習近平啊 默默拽下兩片樹葉 在左眼右眼各蓋了一片 唉 天要下雨 娘要嫁人 阿根廷要發財 讓她去吧 要說這世界上誰最忙呢 馬斯克應該算一個了 人家才叫指揮方向呢 只不過 這種方向帶有警告的意味 4月8號 馬斯克發推 說 我預測2025年底 AI將比任何人類都聰明 而且他們的能力可能會在2029年之前完全超過我們人類 AI大廠Meta和OpenAI高管聽辦 紛紛點頭表示 具備和人類同等智慧或超越人類的AI即將出現 這種AI 具備正常人類所具有的一切智能行為 將擁有相當於人類145的智商 僅次於愛因斯坦的160的智商 4月5號 全球最大人力資源服務公司之一的益科集團 公布了一項對全球2000家大公司高管的訪問調查 結果顯示什麼呢 有約41%的高管認為在5年之內 員工數量會減少 主要原因是什麼呢 就是這種145智商的AI將取代真人 另外呢 AI進行機器學習 演算和資料存儲的時候 需要龐大的電力支持 越來越多的AI項目必然會威脅到人類正常生活所需要的電力 另外還有AI專家發現 訓練GPT3模型需要消耗70萬公升的乾淨水 如果有商業的GPT用戶讓GPT4回答問題 消耗的水更是難以估計 您聽聽 這又是斷水又是斷電的 這AI會給人類帶來什麼樣的影響呢 您能想像嗎 您對人類如何應對 有什麼樣的建議呢 好嘞 一週一款歡樂上線 大笑新聞 咱們不見不散 下週末 再見